安静的公寓楼内突发意外事故 两条年轻的生命危在旦夕 救援将从何驾授 他们能否逃离死身的魔掌 平安365危机时刻即将播出 2016年3月20日 家住天津市和平区长寿公寓的小军 打算独自外出办事 住在14层的塔像榜长一样等待电梯准备下楼 然而就当小军迈入电梯的一瞬间 意外却突然发生了 还能出声音 还能发声 但是不能说话 你能看他嘴里吐沫的 可能是缺氧 原来就在小军刚刚迈进电梯的一瞬间 电梯突然向上运行了起来 而小军此时半边身体在电梯里 半边身体还在电梯外 一时间他的整个身体悬挂在电梯边缘 随着电梯升了上去 小军被死死地卡在了电梯和墙壁之间不得动弹 而就在小军被卡之后 电梯门却又关上了 谁也没有想到 这场意外远远没有结束 更可怕的一幕即将发生 住在同一层的宋磊和表哥出门上班 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 电梯内卡着一个女孩 当宋磊按下电梯下行键 电梯门再次打开时 宋磊毫不犹豫地一脚迈进了电梯间 电梯的箱体正挂在上方 电梯门后面只有深不见底的电梯警 然后走在电梯口 我说就是我弟 他在那边我在这边 然后电梯压 电梯开了 电梯开了 然后我弟就一脚踩空 就是从十四楼掉下去了 宋磊就这样 跌进了电梯警里生死尾部 而小军还被卡在电梯上面 救援人员和医护人员迅速赶到现场 小伙子当时躺在这个担架上 也都是血他的脸上 一鼓一鼓的同学里边在冒血 然后被120给拉走了 受伤严重的宋磊 被立即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 而被卡在十四层的小军 正等待着消防队员的营救 通常电梯间与屏蔽门的缝隙 大概只有三厘米左右 小军的半个身体 卡在了如此狭窄的缝隙内 长时间的挤压 会对内脏造成很大伤害 而最致命的就是 小军随时都有窒息的可能 如果这个梯叫上动或者下动 因为你要再动一点 这个人可能就会被窒息 或者是被挤压躯干 造成一定的危险 小军身子的右半部 被夹在了十五层 而左半部则悬空在十四层 如此超乎寻常的被卡方式 让有着丰富救援经验的消防队员们 也感到相当的棘手 而就在这时 医院方面传来一个悲痛的消息 宋磊因为伤势过重 降救无效 最终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一条生命的离去 让人心痛万分 而此时作为参与救援的消防队员来说 更是要抓紧时间 绝不能再让另一条生命就这样结束 压力也是挺大的 因为这是一个活的人 如果因为你的技术操作失误 把战术采用的不正当的话 可能对人的生命 可能就是一条生命就没了 此时的电梯间处于完全开放的状态 向下往去 电梯警就像一个无尽的深渊 所以对于被困者和施救人员的保护 显得相当重要 让他们把安全绳都切下来 都绑在自己的身上 然后呢 在这个暖气管道 跟那个楼梯的这个梯帮上 进行了固结 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得有固结 强烈的求生欲望 让卡在缝隙中的小军 不断发出深吟声 他口中不断有异物涌出 呼吸液逐渐变得围弱 一条鲜活的生命正挣扎在生死的边缘 指挥员决定立即对电梯进行破拆 而出于对被困者的保护 救援人员首先选择利用手动工具进行扩张 由于电梯十分坚固 手动破拆工具起不到任何效果 所以指挥员立即吊牌另一组救援力量 携带大功率的柴油发电扩张器到达现场 扩张的话就是第一个是他的头部 头部找一个地方进行扩张 然后还有一个是他的腿部 右腿卡在那位置 腿部等于是头部和腿部两个位置进行救援扩张 整个救援现场都被笼罩在一种紧张的气氛之中 他就开始吊渣了 就是吊咱们那个钻头石灰啊这种渣子就往下吊来 吊咱咱咱咱咱我说可能是有效果吧 再借人 可以了可以了 借人 他头部先下来了 头部下来之后呢 我们就是有人会拖出他的头部和颈部 借住人 然后他用脚部那个腿部要下来之后 就是从那个电梯一块给抬到那个表灵的单架上 脚 飞一下 走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救援后 终于小军逃离了电梯的魔掌 他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居民日常出行的工具却成为剥夺生命的凶手 我弟长得特别可爱 头晓得特别懂事 电梯事故频频发生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两次 我上次这样子躺过 八楼楼 七楼 上次我躺过 平安365危机时刻正在播出 虽然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是此次事故仍对小军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颈椎怀疑有损伤 还有怀疑有四肢关节 比如说髋关节损伤 可以看到 这个肋骨这个地方 你看这儿断了 是蛇 这个地方也是断裂了 这个肋骨也在断了 每当回忆起当天的情况 他的眼前仍会浮现出如噩梦一般的画面 由于被卡的时间过长 被挤压的程度较大 小军一时间无法恢复原本的行动能力 虽然病床上的小军 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治疗身体和心理上的伤害 但是静静的是 他仍然活着 而同样遭遇此次事故的宋磊 却永远的将生命定格在那个早晨 我弟长得特别可爱 头晓得特别懂事 他上小学 九岁的时候 看我爸妈做生意猫 我和妹妹上学 他放学后 就做饭给我爸妈 1998年出生的宋磊 今年刚满18岁 两个月前 他从严吉老家来到天津 投奔在理发店工作的表哥 宋磊的悟性很高 又很勤快 在表哥打工的理发店里 工作得十分认真 他和表哥一起住在理发店对面的长寿公寓 事发时 两个人正是要赶着去理发店上班 这个当时我都傻 我当时哭得哭不出来 当时我只想到的是 我三一家就这么一个男孩 我怎么给他交代 再多的泪水 也无法挽回宋磊的生命 亲人们只能一遍又一遍 听着他留下的微信 感觉着他曾经存在过的痕迹 电梯本应是方便人们外出的工具 可是现在它却成为了剥夺人们生命的凶手 而在长寿公寓 这里的居民们反映 电梯事故的发生并非偶然 咱们有过被困在电梯里的经历 有 我两次 我上次讨过 八楼也有 七楼也有 上次我讨过喊人 我给喊人去 去年下三天 在六楼出 就在六楼跟七楼之间 共门了两次 被困了多长时间 被困一次最少的四十多分钟 我啊 提起被困电梯的遭遇 公寓里的居民们情绪都非常激动 因为在这里 几乎每天都会上演被困电梯的一幕 对此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住在公寓五号楼的李女士 在自家监控里 更是看到了这样一段视频 监控中我们看到 李女士走出电梯后 未能电梯门完全关闭 电梯就已经开始再次向上运行 倘若李女士当时晚一不走出电梯 那么背下电梯的事故 极有可能就会发生 特别恐怕 我就觉得如果我在两秒开门之后的 两秒钟我没下来 我就会被带上去了 甚至说我下了一半 我卖下一半 然后另一半 门又关上了 把我夹住了 我又出不来也进不去 他会带着我另一半往上走 这段视频的记录时间 是2016年3月20日的早上5点57分 而小军和宋磊正是三个小时后 搭乘同一部电梯时 发生了意外 电梯频繁出现问题 小区物业部门是否知情呢 记者来到长寿公寓的物业公司 天津协力物业邮件公司 然而在事故发生后 物业公司一直大门紧锁 公司的负责人也已被带走协助调查 就在记者准备离开时 在公司门口遇到了一位 在物业工作的人员 现在就是有问题的全停了 没什么问题的还在运行的 没问题的 其实也有问题 也就是说它还能动 还能都有问题 不保证它是 现在这个院里的电梯都有问题 在居民楼的外墙上 记者看到长寿公寓是2002年竣工 小区的居民说 在公寓建成初时 电梯就已经安装完毕 而当电梯出产检验合格 安装完毕后 根据物业管理条例中的规定 电梯日常的维护和保养 就应由物业公司 与有电梯维护保养资格的 专业维保单位签订维护保养合同 在长寿公寓电梯内的安全检验报告上 记者看到 上面写着维保单位 是天津中讯电梯销售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而死者宋磊的表哥告诉记者 事发后 曾有一个自称是电梯维保公司的人 和他联系过 然后人家告诉我是 去2015年5月多份 然后就和他一个合同解除了 根据表哥的介绍 记者了解到 目前协力物业有限公司 和天津中讯电梯销售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已经没有了合同关系 随后 记者也试图联系了 中讯维保公司的工作人员 不只道你不如问我这事行吗 你可以问有个你不吗 虽然维保公司的工作人员 拒绝回答记者的问题 但是在长寿公寓电梯内的质检报告上 记者看到 下次维修时间标注为 2012年1月28日 而除此之外 再也没有发现其他任何质检报告的张贴 这是否可以理解为 距离该电梯最后一次被维修保养的时间 至少有四年之久 那么这么久以来 长寿公寓的电梯都是谁来进行修理和处置呢 都是无线自己的 也不是专业的维修人员 专业都来不了 他现在的专业都没有了 据了解 长寿公寓共有五座住宅楼 九部电梯 自从3月20日发生电梯事故后 长寿公寓的九部电梯 有六部都已经停止运行 这给小区内的居民出行 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我这不是走着吗 那不走怎么办 那我们这多缠啊 我们这多缠啊 咱们都住几层啊 现在 我们这五楼啊 六楼啊 七楼 我们这都得 他是十楼 十楼 针对此次事故 天津市和平区政府 也组成了调查小组 相关的责任认定 和处理工作正在进行 距离事故发生 已经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小军宋磊家人 以及所有长寿公寓的居民 都在等待着调查小组的最后结果 虽然老话说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但不管怎样 对于生命安全隐患的重视 都不应该用悲剧去患得 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电梯年增25万台 而在2009年到2014年间 就发生了近300起 各类电梯事故 目前关于电梯的使用寿命 国家还没有明确的强制性规定 但根据国家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电梯至少一年 就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安全检测 平安365也提醒广大居民朋友们 电梯需要定期检修 一旦发现电梯问题时 要立即向物业或有关负责单位反应 予以维修 不可怀着侥幸的心理疏忽大意 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 2016年4月9日 山西省永济市消防大队接到报警 在位于黄河滩附近 有两头大黄牛陷入淤泥之中 村民多次施救未过 请求救助 消防队员到达现场时 由于长时间的挣扎 两头牛已经精疲力尽 救援人员先将两头牛旁边的淤泥挖出 随后将其推向提前放好的木板上 接着用绳子将牛的前后腿绑在一起 20分钟后两头牛被成功救出 平安365一时 村民在放养家畜时 一定要远离危险地带 切勿到山崖沟壑等区域 避免发生人畜伤亡事故 离开在沟壑等会儿 薄白玉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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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